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计定盐宽恒1000万元 陈立林是500万元交保后船 检调选在盐宽恒 登记领表后发动侦办 调查案件又是一年多前 吵得沸沸扬扬的违建案 此举势必对台中立委选举 投下震撼淡 民众会质疑盐宽恒涉嫌违法 有什么资格选立委呢 不过盐宽恒上午回应 他没有假交易 质疑检调政治操作 颜色不对就有事 是这样吗 颜宽恒的违建案 会不会又再起泼澜 延烧到国民党台中市的选情呢 蓝营多事之秋 马英九访中却处处被矮化 昨天参访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在孙中山一向前 自豪地表示 孙中山在1912年 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那我在2008年 也当了这个 这个是什么 总统两个字不敢说吗 马英九到底是在怕什么 网友怒气冲天 炮轰丢尽台湾的尊严 怎么会卑躬屈膝到这种程度 完全屈服在独裁政权之下 对照蔡总统今天启程 出访中美洲友邦 并过进美国 根据情资掌握 中国外交部已经召集 驻美使馆 要求动员中国的侨民 组织还有帮派分子 要进行抗议骚扰 还有蔡总统将在美国发表演说 以及会晤众元议长麦卡锡 传出中国可能要发动军演 又要地动山摇了 中共一方面要马英九访中 又找流氓抗议蔡总统 国台办说会坚决回击 中共这一盘棋在玩什么呢 那台湾民众又会如何看待 郭台铭访美在华府跟学者会谈 又跟马里兰大学签署合作意象书 全力打造自己的优势强项 那反观侯友宜持续地打高空 两岸外交议题 他的回答就是 中华民国愿意跟各国做朋友 传出国民党起了疑猴论 侯友宜有能力打这场总统大选吗 对照绿军赖清德整队出发 蓝军呢 谁是母鸡还未定 上下还斗成了一团 徐晓芯 费洪泰 相杀杀得刀刀剑骨 外界会怎么看呢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 台湾智库策略长王毅川 大家好 再是资认媒体的邱明宇 大家好 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还有资认媒体的周玉寇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林明贤 大家好 台湾智库专家徐清皇 钟教皇 大家好 再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钟教皇 大家好 先来关心 检调昨晚大动作搜索颜家 带走颜宽恒跟妻子陈丽林 漏夜征讯后 以怯占伪造文书等罪嫌 预令以一千万跟五百万元 交保后传 颜宽恒今天出面 执意是政治操作 谢谢 没有假交易吗 没有假交易 前国民党立委颜宽恒 再度被豪宅争议产生 二十八号检调上门大动作搜索 并且带走颜宽恒和妻子陈丽林 漏夜征讯后 认为颜宽恒设犯侵占伪造文书等罪嫌 预令颜宽恒和妻子陈丽林夫妇分别以一千万和五百万元 交保后传 这是不是就是对于 因为颜宽恒要参选立委登记的党内提名 所以就对颜宽恒又做一个重重的打击 希望我会退却 我也呼吁我们的检调 千万不能为政治服务 不能成为政治操作的打手 颜宽恒亲上火线说明 未造文书和怯占两岁 刑度均在五年以下 对照减调侦办本案的强度和交保的金额 显然不符比例原则 颜宽恒二零二二参加中二选区立委 补选期间爆出杀戮豪宅违建后 传出以半价大约四千五百万元 抛售豪宅 也因此被检举恐有涉及假交易之嫌 但颜宽恒自认清白还一度拒绝交保 主任检察官检察官 一直 劝说我将近一小时 后来 也考量到家人及双亲的健康 迫于无奈 同意交保 过去他们家在地方上的一些 不论是财产也好 或者是之前的占用国有土地的状况也好 是一直持续有民众在质疑 但是我们都说 我们其实就是尊重司法 还有相关的调查 我们看到就在颜宽恒上周去登记 要继续拼占中二选区立委的时候 颜宽恒这个杀戮豪宅 被质疑违建以及假交易 这个检调昨天是大动作的搜索 其实这在前年中二立委补选的时候 就被提出来了 那时候大家就怀疑这豪宅怎么可能 说卖就卖掉呢 所以有可能是卖给自己人吗 还有违建的问题 占用国有地有改善吗 来先讲清皇 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 颜宽恒有可能是虚晃一招 那现在检调的调查情况又是如何 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颜宽恒主要希望对外界 尤其对检调反击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窃占国有地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他到底 有没有假交易的情况 换言之他那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为了要平息 当时引起的争议 严调是把他的杀戮大豪宅 违建大庄园是快速的把它卖掉 但是那个卖掉动作 为什么让大家觉得 这个有很多问号在后面 是因为价值9000万到1亿 这个是当地的房仲的估价 可是到最后只有用4500万 把它给卖掉 大家当然觉得很奇怪 这是1.1 1.2是他所卖的对象 是当初帮他的杀戮大庄园豪宅所装潢的设计公司 所以两件事情 你这个快速的把它卖掉 是半价出清 半价出清之后 各位你要知道 那个时间房价是在往上涨的 像这样的一间超级豪宅 你把它半价出清 但半价出清的对象 中将不是你可以买到 也不是我可以买到 而是帮他当时所做装潢设计的公司买到 所以当然外界就会有非常多的疑斗 那更不用说 今天我们先从头再帮观众朋友回顾一下 这件事情严宽恒一直要讲说 关于窃占国土这件事情 他说他们都是合法成租 可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合法成租 这个是当时呢 这个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呢 回给立法委员林楚英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土地 关于这个严宽恒的严家所占用的杀戮大庄园的土地 是103年12月的时候 被林圈圈军所占用 这个103年请问一下是什么时候 是2014年的时候 而2014年的时候 其实后面看到这个资料里面是谁呢 这个所谓的林圈圈是谁呢 他就是院里营造的公司登记负责人 叫做林静福 那么这个林静福呢 从我们之前2021年民事的报道资料 也告诉大家 这位林静福就是严家的友人 所以他挂名是院里营造的负责人 最重要的是来院里营造 请问一下他是谁家的 就是严家的嘛 院里营造是严家的 从哪里看得出来有什么证据 证据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 严宽恒的名片嘛 严宽恒的名片里面就告诉你 你看这个严宽恒 James 严 然后他的公司里面有一家 就叫院里营造有限公司嘛 所以换言之 院里营造有限公司 这是你们严家的 然后你们严家的院里营造的负责人 叫做林静福 而这位林静福呢 就是当时呢 占用这一块土地 财政部的国有财产署 这边就有资料 你看103年12月的时候占用 换言之你看 从103年到拿出来公开招标的时候 当时等于是国有财产署呢 接到检举之后 这块土地才拿出来招标 招标是招租哦 那招租的时候呢 请问是几年的事情 是109年 也就是2020年12月31号的时候 才拿出来公开招标 然后什么时候被标走呢 是到了110年2021年 5月13号的时候才被标走 各位从2014年 被你们家严家的友人 公司负责人林静福给占用 一直到2020年 这个12月才拿出来招标 请问过了几年的时间 这中间已经时隔6年的时间 被占用6年的哦 然后到2021年的5月13号的时候 才被盐矿的妻子陈丽琳 他给标走 而且当时没有其他人来标 所以他标的价格呢 权利金所标的价格是 236,688 很符合盐家喜欢的数字要几例 6688 所以等于说这块土地 我请问你 它的占用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哦 那我们再给各位看 另外一个资讯 什么资讯呢 这块土地你看到的是 2014年的时候 这个盐家的友人 盐家的旗下公司的负责人 就在占用这块土地 后来这块土地 被盐矿的妻子陈丽琳 给标走嘛 对不对 所以盐矿的今天才说 我们哪有占用 我们都有合法的付租金 而且20年的租金 我们都有付 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问 你只从这时候起算 请问2021年之前那一段 跟你们家这么有渊源的 这个占用的故事 那一段事实难道都不算吗 而且各位我们讲的是 2014年的时候 院里营造的负责人 林静福他去侵占嘛 对不对 那你再看一件事实 盐家什么时候在这边 这个在这边动工 新造豪宅的 盐家你看 关于这个使用执照的资料 你看盐家在这个地方 建造是101年7月3号 就是2012年的时候 在这块土地就开始 动工在新建的 那换言之 对于这块土地的侵占时间 有没有可能早于2014年 当然有可能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从这些资料 一份又一份里面看得出来 所以那是占用国有地的部分 那后来他不是有故事 拆掉嘛 对不对 显然他们是这个有问题 要不然就干嘛 为什么要拆呢 这就是为什么讲的 你看在拆的 在这一块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 在这个车道的部分 新建车道的这一块的部分 这里面就是有国有地所在嘛 所以换言之 卸占这个部分 对我们来讲 检调去查这个地方 天经地义合情合理 他被讲的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车道这个地方 有违建 另外一个是 他本身建物的部分 这里也有违建 第三个是在这里的建物 这边也有违建 三个部分的违建 来各位 这最重要在这里 他在2022年的 1月14号的时候 当时新闻出来说 盐宽衡把他这一栋房子 给卖掉了 卖掉的时候 我请问你 当时你有看到台中市政府 进去确认违建已拆除吗 没有 各位要想记得清楚 当时盐宽和的争议是 在台中南屯有一栋 这个豪宅有违建 在沙鹿大庄园这边 这一栋也有违建 所以当时我们比较看到 清楚确认是在南屯的部分 是有裁除的 而在沙鹿大庄园 这个部分呢 看起来他的处理方式 就是我卖掉之后 违建的问题 那个是接手的屋主 要做处理的嘛 所以呢我们要看的是 违建的部分 有没有处理 这个要问台中市政府 但是来 我们讲说 关于今天检调所要查的事 大家在问说到底有没有假交易的事情 来各位你看 当时呢也是在选情 我们才看到说 哇这个盐宽衡的沙鹿大庄园 非常的豪华 你看多豪华 这个是他的客厅的设计 这个设计呢 你看当时呢 是由哪一家公司设计的 是这一家叫 哲序设计的设计师 张于婷帮他设计的 设计到说你看 他还得奖 盐公馆得到 法国NDA金奖的报导 这件事情被这个 哲序设计公司 拿出来给做宣传 后来我们看到的是 盐宽衡旗下的 这个营造公司呢 在盖建案的时候呢 也找了这家 哲序设计 跟他来做配合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当初我们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有趣在哪里呢 有趣在你看 今天哦 各位你看哦 盐宽衡今天自己出来讲的时候 也承认 他在去年杀戮的房屋出售呢 他是用4500万的价格 卖给哲序空间设计公司 他说金流流向跟买卖合约 都提示给检方了 可是这里面妙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 哪两个地方呢 第一个是 他所卖的价格啊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当地的房仲跟估价师 评估他可以卖9000到1亿 但是他卖的价格 只容4500万快速的出手 以赔本这种4500万的金额 坦白说就一般人来想 这是不可思议的嘛 因为各位去想一件事 盐宽衡在当年哦 坦白说还有时间处理这房子哦 是不急着1月14号去做处理 他还有时间 可是为什么要就这样 这么迅速的卖掉 而卖的时候呢 是产赔的状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卖的公司呢 竟然是跟你有合作 商业伙伴关系的 哲序公司 这是另外一个 让大家觉得不合理的 第三个 其实我们也在查一件事情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 当时其实已经有 媒体有公布说 你看在这个 一些坦本资料里面 可以查到 111年的1月14号前后呢 就有他的一笔建物 跟两笔土地的交易资料 那既然有这个交易资料 在这个地方表示 当时如果这个处分的话 那应该在 实价登陆的系统上面 应该看得到这个资料吧 可是我们今天查了 实价登陆的系统 因为实价登陆的系统 都现在我们反映出来 之前新闻上都有报道说 盐宽衡的杀戮大庄园呢 是用杀戮区自立戮的门牌 用这个部分呢 作为民意去申请门牌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实价登陆的资料 从2022年的1月2月到9月 以自立录去查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 只有查到四笔的交易资料 完全没有看到 符合4500万130平的建物 这样的交易资料 所以在里面 没有这个资料 但你说那个移转资料 的确是有的 对 就是在腾本上 看到这移转资料 那现在检调在办说 质疑是假交易 那到底哪一块是真的 是 中央你问的问题非常好 因为现在对于检调来讲 要确认的是 这个到底是不是假交易 尤其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有一个事实是 严宽航自己讲出来的 他说检调在怀疑说 到底是不是假交易 到底有没有 这个卫造文书问题 因为你如果是假交易的话 你就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了 所以你就变成卫造文书了 所以他们说 在这里面有个大问题是 他说是检调自己提出来的 严宽航今天自己说 你怎么可以用说 我的东西还放在那里 就证明说 我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就是假交易呢 就表示说这个地方呢 我还有在使用呢 你不能说我东西还放在那边 就表示我还有在用嘛 可是仲将我们回过头来讲 这个事情 你这个登记的资料 假设发生在2022年的1月的话 时至今日 现在是几月的时间 现在已经是3月底 快要4月的时间了 放了一年多的时间 再怎么样 你的东西要清理这个地方 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嘛 因为你这个财产 如果转移给别人 你原屋主的东西 怎么可能继续放在里面啦 是 仲将你去想想 一间价值四五千万的房子 观众朋友 如果是你买的房子的话 你会认为原屋主的东西 有大批放在你那里 从放了一年多的时间 已经快一年半了 这样的时间是合理的吗 很显然 所以财交易是合理的嘛 也是不合理的 是 当然检调 我必须要强调 检调所掌握的资讯 一定比我们掌握的更多 所以检调才会在这个时间 用卫造文书这个部分呢 他对于这里呢 提出相关的质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严宽恒是一千万交保 而他的太太是五百万交保 所以回过来讲 我们要讲 今天检调司法在办的时候 蓝绿两边都在办 所以严宽恒 他拿着这个交保金额 然后去讲说 这个检调 对他是双标这件事情 就是政治操作 对 他说是政治操作 如果今天民进党 可以拿这种事情 做政治操作的话 早在去年11月的大选之前 民进党就可以做操作了嘛 会操作到自己大败 所以呢 今天这种政治的指控呢 他是不合我们想象中的常理的 反倒是 严宽恒必须要回答 出来回答我们很基本的质疑嘛 就是为什么你都已经 把这房子卖掉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你还可以有自己的东西 继续放在这个地方呢 这其实有太多不合情理的地方 对 的确 这个检调侦办 主要就是在于假交易嘛 为什么你财产 如果已经移转给别人了 原屋主的东西 还可以继续放在里面 所以呢 这是不是假交易 是不是卖给自己人 只是转一手而已 但问题是 有实价登陆吗 那为什么会没有呢 一船兄你怎么会行呢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呢 检调以这个1000万跟500万 两个人交保后船 怎么看这个金额算是中保 检调为什么会这样子预令呢 对 这个案子 如果按照现在检调讲的那两条罪 一个侵占 一个这个伪造文书 最多都五年 而且没有前科 大部分就是罚钱了事 或者判了简单的几个月 然后就罚钱 可是这个案子就特别的奇怪 本来台中人都因为说 原则的事情就够这么刷 人家的豪宅就已经买掉了 现在就不是厉害的 你去跟他们说的也没什么意思 然后呢 国有财产署的地 当然也都跳跳了 也没在影 人家现在没担心 这事情好像是收尾了 那昨天晚上 昨天的这件事情 要让大家回忆起当时 去年的这个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去年的选举的时候 对于什么捷运的 什么南线正英站 然后从南屯招待所 那这个叫做杀戮豪宅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黄昏市场的违规的使用 的这一些案子 当时发生的时候 因为选举时间非常的短 原家也没有办法说清楚 然后大家都开始去 用合理的去做各项各式各案的 这一个推测 后来言宽人 你因为大家的这些推测 然后你落选了 后来大家以为没事的 就这案子一出来 我是建议言宽人这样 你还有九个多月的时间 你可以把这些争议一个一个讲清楚 这一次的这一个 检察官找他们夫妇去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两件事情 袁寅今天自己讲了 我用袁寅讲的话 跟大家讲说 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 他说 我的那一栋豪宅 长高长胖的豪宅 我卖掉了 然后检察官说 你有可能是假交易 这第一个 然后他说我没有假交易 我是真的卖掉 卖了4500万 为什么实价登录没有 实价登录如果交易价格异常 是无法登录了 交易价格异常 不是通常会标一个特殊交易 各位记得那个南投 那个案子也是发生过 就是说他这几百人 大家都是一亿 你都说李明珍那个 那会影响这整批 土地跟房子的价格 就是大家去看实价登录的时候 会被这一个去拉了一些 奇怪的平均值嘛 所以这一些异常 所以可能像这样子 一般人就看不到 他实际的实价登录的 这一个价格 可是这件事情 第一个 这个房子卖掉了 第二个 严宽冷的太太陈丽玲 前面那个国有财产署的弟 在今年的2月14号 今天严宽冷自己讲了 拿出了严宽冷拿了一个公证 就是去找民间公证 公证的那一个租约 陈丽玲跟财政部的国有财产署的中区分署 去订了一个租约 说我要租什么呢 我要租那一个豪宅前面那个路的地 你们老公把房子买掉 你们没去做头像那块 不合理嘛 你们两个头像是发生什么事 是老公家没买 你买一块地 做一块地 还是你如果没做一块地 你们老公把房子买掉 这件事情当然大家都可以 就严宽冷你必须讲清楚 第一 那个房子卖掉了嘛 露馅了 第二个 你太太去租了那一块前面的地嘛 房子都已经不是你们夫妇的了 太太去租那一块前面的地做什么 为什么要去租 所以这个案子 当然是两夫妻一起找来 问太太说 你为什么要去租嘛 而且那里是保护区 做一个地除了种水果跟种农座物 没有其他事情可以用 你去租那一块做什么 当然要陈丽玲讲清楚嘛 那严宽的那个房子 你说你卖4千5百万 5千万6千万 你可能很缺钱什么什么 那你就去跟检察官讲清楚 因为今天严宽人要交代 他的金流 确实有费了什么4千5百万 他都交代完成了 他今天严宽人特别讲 但是我还是呼吁严宽人 这个事情 你就一次把它讲清楚 就是说你的房子没掉了 这大家都知道 听你说的 你说的都没掉了 买4千5百万 你感觉合理 你讲出来 咳定 什么人给你买 因为你今天 你今天 你要上车前记者问你说 那个房子是卖给哲序 你说是啊 你是你自己讲的嘛 卖给哲序 然后人家问你说 那为什么前面那一个租约 那块地的租约 要继续 那个通路的那个地的租约 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租约 同时移转给哲序 理论上是这样嘛 我的房子前面的路的地 应该同时提船给我 让我租嘛 那个是国家的地 他卖给别人 他也就不需要去租了嘛 对 所以 严宽人就说 我们都有合法的租约 才拿出那一张 这个民间公正人 在2月14号 2月14号这个数字 还是严宽人自己讲的 就拿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事情 当然有这样的奇奇怪怪的 对不起来嘛 所以严宽人 你还有9个月的时间 一次把这些争议讲清楚 不要一直认为 这件事情跟什么选举有关 大家都已经忘记 颜宽恒了啦 我跟你讲 我们这所有的讨论 现在也很少人讲 今天唤起大家的回忆了 他说他原本拒绝交保 对 你一天他一千万 五百万 当然财力对他没问题 可是这样子对他的选情 会不会造成冲击 这个选举还很久 而且颜佳这个事情 不用大家再去多讨论 因为大家都知道状况了嘛 只是现在有人帮我们更新的进度 今天早上 大家一看 原来昨天颜宽很被叫去问 然后漏夜征讯什么交保 一千万跟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马上有钱拿出来 这是重保 这严家也算很有钱 非常有钱 如果颜宽还要够一千五百万 那是现金的那不是 要够一百五十万 我来卡住 我们朋友问我 将有一百五十万来现金 那所以原家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把它讲清楚 不要让这件事情 如果继续拖下去 对原家也不好 也会影响 比如说影响这个 原宽自己的选情 你其实这个时候是 你最好跟大家 因为现在没双计 你最好这个时候 跟大家一条一条 讲清楚最好的时机 可是问题是 颜宽恒有这个打算 要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一五一十的全部拖出吗 还是有所保留呢 来明宇 现在看起来 原本的这个颜宽恒 是打算拒绝交保 看起来他是觉得有自信 因为他觉得他是清白 因为他觉得 显然重金交保 对他来讲是不利的 那现在看起来 而且他还说 考虑家人跟长辈的健康 才同意交保 是怎么了 如果拒绝交保 会影响什么样的健康 我是有点看不懂 他到底这个理由是什么 是啊 在里面有消息传出啦 就说这个 当时颜宽恒知道说 自己跟这个老婆 一千五百万重金交保 他就说他不要交保 他就跟检察官说 他不要交保 结果后来 他自己有讲说 他不是钱交不出来 但是他就觉得 这个比例原则不适当 那后来呢 有消息传出说 检调跟他动之以情 就说哎呀 这个彪哥啊 身体不好啊 还在外面等你啊 然后听说 这个空中来回呼喊 三个小时之后 然后他后来就终于 答应要交保了 现在这个消息 是这样子传的啦 那我必须要讲是说 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 影响台中的选情 坦白讲这个台中啊 目前为止是还蛮紧张的 我必须讲 蓝绿两边都很紧张 因为绿的 我先讲绿的部分 绿的部分当然会觉得说 那现在严家 就开始大喊喊冤啊 说现在变成一言堂啊 政治迫害啦 就要开始讲东讲西 就说怎么都不符比例啦 那但是蓝的部分更紧张 我认为就是说 现在这个蓝营的部分 包括总统大选 跟立委选战 他们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当时台中为什么 台中 这个蓝的部分 都会觉得严家是稳的 这紧张 就在那边躺着选 也会赢嘛 因为包括这个 严宽恒啊 严家啊 严清彪的势力 从郑兰公一路下来 目前蓝营 没有其他人去挑战这区嘛 没有 就是中卫选区 也是只有严宽恒能选嘛 是 包括他妹妹严立民 也是副议长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严家的势力 还是蛮大的 那从上一次林静怡 这个中二补选的边 台中变成了一个破口 而且是变成非常大的破口 现在讲到土地的主人 大家会想到谁 当然就讲到严家 对 而且你要知道说 现在这个台中 对于蓝营来讲 现在有八席的立委 他们现在国民党才两席 本来国民党这次预估啊 如果情势好的话 可以上看到四席 可是如果说今天 严宽恒这个案子 一出来的话 现在检方还没有起诉 检方只是让他交保 检方未来起诉的话 你这个案子再细细追查下去 刚刚益川兄又开始讲了 又唤起大家的记忆了 你会不会从这个捷运的土地啊 又开始一笔一笔 这整串的 对啊 上次讲到这个包化拆除 违建不是也好久吗 那跟卢秀燕 你看是又扯到卢秀燕 卢秀燕是不是有包庇严家 然后再加上捷运的案子 一翻出来 那你整个台中的立委 你还要选吗 不要说上看四席了啦 你现在这两席 也是会岌岌可危啊 台中民众也会质疑啊 你这个要选立委的 结果看起来 你自己没有在守法 你自己在违法 你一直在违建 还假交易耶 这还得了 所以嘛 我们这边更要请教了 这个朱立伦主席嘛 你们不是在跟民进党 在那边比排黑金 排黑 排金什么排有的没有的 对 那你严宽恒 你要让他选吗 如果说现在都已经 这个重金的话 重金交保 而且未来可能会面临起诉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 朱立伦主席的决心了嘛 那我最后要讲是说啦 其实这件事情 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 对于现在 侯友宜来讲 他也是蛮紧张的 因为呢 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中台湾 我们上次不是讲到 这个决战中台湾吗 中台湾对于蓝绿两党来讲 都是摇摆州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 虽然现在看似 就是卢秀燕很强 但是卢秀燕上次也是被严家 你看到最后 也还不敢去站台哦 卷在最后一刻 才突然出现 所以你看 卢秀燕对于严家的态度 也是很暧昧 就知道说 严家的杀伤力很大 那我们刚刚讲说 如果总统大选的话 你要决战中台湾 你说侯友宜 如果说真的 国民党 朱立伦干贸 如果国民党干贸大不会 朱立伦你不会 社会的舆论 你去提名严宽恒的话 我们到时候就来看 侯友宜 你要不要去帮 侯友宜就跟林明珍 都已经保持那么远了 他会帮严宽恒站台吗 所以严宽恒 有可能对于兰燕来讲 在中台湾是一个 重大的一个破口吗 民党议员怎么看 严宽恒现在这个事情 到底能不能够讲清楚 毕竟李立伟总统选举 还有一段时间 那只说之前 其实兰燕的人 也有人建议 你要选举的人 有豪宅的 赶快出脱吧 免得到时候又被攻击 你不论是全国一起选 或者是单独的补选 都不要让豪宅成为焦点 成为焦点的话 你成为讨论老奖 不论是司法的工房 法律上的工房 或政治上的效应 在社会观感上 一定不会得分 所以当初在中二补选的时候 大家不论是 过节目或大家都建议 他说这块要处理 所以你对他来说 他就已经卖掉 他有交易证明 第二个 所以他租有国有地 大家都知道 他有出话说 他说他太太 20年的资金都资了 所以他今天把证据拿出来 今天是这样子 你对他来说 你说交重宝 一个他自己1000万 他太太500万 大概1500万 重宝 重宝 不得了 所以这两罪来讲 不论是侵占 不论是假买卖 刚刚益川有说 行者是五年以下 而且一般来讲 居于并科 可并科50万以下发金 你对原刊来说 他当然讲交重宝 是不符比例原则 过去来讲 他今天有举例 台南的光电88枪 交宝是几万块而已 对这个是对他当事人来讲 他认为不符比例原则 那就看检察官怎么认定 为什么检察官一千万 就说除非检察官认定说 是不是第一个 有没有衍生案外案 第二个说检察官掌握的证据 是什么 否则一般来讲 以本刑来讲 就是说窃占国土跟假交易来讲 过去应该没有这么交重宝的例子 所以对当事人来讲 他当然心情不好 他会认为不符比例原则 可是不管再怎么样 中检台中检检署 毕竟已经交宝了 当然交宝不等于是有罪 交宝就法律上来讲 还是认为是无罪之身 所以从交宝到未来起诉 起诉到一审有罪之中间 因为现在诉审法 动作很快 所以我觉得说 对严家对严慌来讲 现在两条路 第一个司法工房 第二个是政治工房 司法工房 我现在提出来第一个交易 或第二个 说成租国有地的这些的 成租合法证明 检察官不愿意接受 那未来在法庭上 如何去工房 如何提出更有利的一个司法文件 这个是在司法工房的部分 政治工房 他说这个检调有政治操作 这刚好说服力 我觉得这个要去停损 因为你去交重宝 你对一般的社会观感来讲 还是会扣分 所以他如何在政治上 去建立一个停损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还是要以围绕在司法为主 司法 我觉得司法这部分 要去取得一个无罪的证明 否则这部分 如果你又变成一个焦点的话 我觉得在政治工房上会不利 因为这个会有效应 刚才说的决战中台湾 我相信 因为对卢秀燕目前执政来讲 相对是有取得一定的口碑 那如果你变成说 这个豪宅又变成 譬如说中俄补选 变成大家又变成讨论了 又变成豪宅了 在政治上效应上 我觉得比较不利 所以第一个 竞速在法律文件上 取得未来 包括在一审审判的时候 如果能够无罪的话 那在政治效应上 扩分的部分 我认为会减少 否则如果变成焦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整体选战上 是比较不利 是的确 寇姐怎么看 这个就选战的角度来看 严宽也有可能摆脱 豪宅的这个争议吗 看起来他自己没有讲清楚 再来就十几点的问题 检掉了这个调查 蓝营就说 这时间点太巧合了 政治凿痕太深 是这样吗 如果真的有政治凿痕 老实讲 高华安怎么拖那么久 对不对 所以司法本来就是 很难去预测 只是说严加严宽衡 这次能够如何 跟外界来说明 说服他这个豪宅 是没有假交易问题 这个十几点 是他们蓝营初选的时间点 是国民党要提名 候选人的时间点 所以蓝营的人 大概是 暗示是有 国民党里面有人 想要把这个 这个严宽衡 那个登记参选的 这个给干掉吗 所以不合理吗 又不是在大选 跟林静怡在选 所以蓝营的人 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应该先回过来看看 你们严清彪严宽衡 这一家子的人 过去被我们所揭发的 这些事情的 迟来的正义 就很明确 他就是自作虐不可活 自以为聪明 去年当他开始大搞这个动作 搞这个豪宅的时候 那个地方我去过你知道吗 在他选举之前我还去看过 那个地方 我打死我都不相信 他是真的买卖了 根本就是卖个人头嘛 你骗你自己 骗你们这个台中的那些 自己的人马可以 你去骗检察官 这个案子台中地检署不知道 给他起诉之前的这种交保 1000万加500万 是非常非常超过比例原则吗 台中地检署的检察长跟那个检察官 他们没有政治判断力吗 他如果手上没有握有藏足的证据 或是他认为这件事情 其实是你一个政治家族犯下了一个明显 故意的这个涉嫌的这个刑责的话 他会出这么大的手吗 各位 在去年1月2月 按照台中地检署今天说的 就有人告发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搞那个案子 我们也讨论过 你也未免太欺负人了吧 你明明弄了一个假的买卖 还在那边依附清白的样子 对不对 那结果 那地检署的检察长很凑巧的 这是很巧合 去年的5月20号台中地检署换了一个检察长 以前叫做黄毛信 换成了现在这个检察长 叫郭勇发的 所以前面怎么都没有动呢 然后到今天这个才大动作 大动作的这个最有嬉笑的部分是 像这种案子是有第三者的 因为买卖当中 如果你是假买卖 那那个在金流上你的对方 跟你签约买的人 对不对 还有国有财团署的人 要租这个国有地给你的太太的 那些人的合约什么 都有当事的第三者 那为什么不把他这个积压呢 因为没有串供的必要了 那为什么呢 是不是人家已经办好了 地检署是不是把资料都已经收集正确了 或是收集足够了 刚才明前说对了 你严宽恒要把资料这个一翻两瞪研出来 那你以为地检署第一个搜索的约谈的人 或是侦查的对象只是严宽恒夫妻吗 严宽恒如果真的清白 请你们国民党把他抓出来 像上一次开记者会一样啦 去上次要提名的时候 不是他爸爸坐在关公项前面 开记者会朱立伦下来 卢秀燕下来吗 好他清白 你开记者会啊 叫朱立伦来 叫那个卢秀燕来 叫那个你的爸爸来 然后三方作证 把那个买的人当时 跟你签约买的那个人嘛 来一起到现场来发誓啦 现在言后来要面对了 绝对是一个司法的追溯嘛 你这个所谓的交易 是不是有凭有据 还是当中上下其手拿来 杰明哥这个应该很容易查 应该不难吧 因为这种东西 你也没有办法说去 胡乱指控别人 因为检掉要查 双方的交易 怎么样能够成立 怎么样是假买卖 这当中应该是有 他的美加所在吧 我这样讲就是 第一件事情先说的 就是那个窃站 这个窃站已经是确认了嘛 我们再把这个土地 再来看一下 这是现况 这是现况 其实草皮也是整理的还不错啦 那该拆的这个贵宾室呢 也还没拆掉啦 那后面的这个地下室的 这个停车站 尾建的也没拆 那这个是洛宇松 所以现在当然 比较看起来没有绿一样 但是等到夏天的时候 又是很漂亮的街景 那这块土地 就是我们说的 被占用的土地 总共是350平 那先解释一下 窃站国有土地追溯期 这个盐宽然自己心理 一百二十年 也就是说呢 你窃站土地 是六到九年 这是四十年 真的窃站 然后呢 后来才用这个所谓的 就是大拉拉的 去跟政府说 那我就租好了 好 但是呢 请记得 你租不代表 你过去窃站土地的这块 实际的发生是不存在的 所以起诉期二十年 所以不用多说 二十年就是起诉期 这一定有的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为什么这个检察官 要帮你收取这么高的 一千万到五百 跟五百万的这个 所谓的 标保金呢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嘛 如果这块土地 你房子都卖掉的话 那你为什么 还要把这块土地回租呢 这块土地已经不是你的 你干嘛要把这块土地 给回租呢 应该是这个房子的 所有人去租这块地呀 怎么是你替你的太太 再继续把这块土地租回来呢 我问一个简单的事情 有人把房子已经卖掉了 然后呢 还替你这个已经卖掉的 这个新的客人 好 你跑去再把它 周围土地再来瞧 有这回事吗 不可能嘛 你要讲清楚啊 你怎么 因为他也真的秀出来了嘛 他说真的把这块地 给租回来嘛 那你不就 呈堂证供说 你房子卖了 然后还用你太太的名义 再把这个房子租起来 那你太太知不知情 那这个屋主 跟你之间关系是如何 会不会是他 那个房子 转移给别人 然后其实真正使用 还是严宽可能 是 这就是重点 这有两个问题哦 第二问题是 好 这个房子是不是你还在使用 他解释嘛 他现在还有东西在里面 对嘛 好 第二件事情 那这个要 这个看他太太怎么回答了哦 如果他回来说 我不知情出租了 那如果是这个屋主 跟你的关系肥浅啊 你用你太太的名字 继续把这块地给租起来 那你跟你太 跟这个屋主的关系是什么 这就值得去讨论哦 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哦 大家都说 这个房子到底价值 因为检察官不相信 这4500%就成交 为什么呢 好 如果因为大部分的仲介 都是以这1250名的庄园豪债 来计算它的价格 但是我要跟各位 如果了解房地产的话 不止如此 因为这个房子叫稀有物件 因为周围你找不到 有庄园 也有庭院 还有地下停车场 没有其他的物件 没有 稀有物件至少还在加个 五六十%以上 甚至加一倍都有可能 因为你找不到 这样的物件 它是稀有的 它又得到了金奖 所以它不单是稀有物件 而且还得到金奖 那当然这个价格 更不止 更不止如此 还有检察官已经好奇 你跟哲序的关系是如何 因为哲序不但是 那个房子设计 同时间 其实他们的建案 很多也是交给哲讯来做 这个设计 所以之间的关系 也让人说不清楚 讲不透 好 我要讲的是重点 其实这里面呢 有林明珍的味道 你知道林明珍的房子 不就是一个大建案吗 特别把一块土地建商 卖给他吗 土地卖给林明珍 请问这块土地 难道不是吗 你从那画面来看 它不就是一个很大的建案 它就印在建案 你看后面也是属于建案 就是这块土地都是属于建商的 然后硬把这块土地切给了盐宽恒 有没有 当时还为了 就是这边都是透天的住宅吗 这大概一般民众可以买 它后面也是一个建案 唯独这一间是它最气派的 也是说这块土地都是建商的 然后他特别把这块土地切出来 给盐宽恒来盖 好那当然你说这个建商跟他关系很好 那我也不置评了 可是你知道吗 再往再过来说 这条路开完之后 再往旁边走呢 就是著名的向上路 当然向上路第五段第六段 打不通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是往那边走 那向上路呢 就直接接高速公路 那时候呢 盐宽恒自己也很骄傲说 是我把向上路给打下来的 但是你知道就是把它建起来 但你知道从这边出门 到向上路 直接上高速公路了 所以人家说这个向上路 叫做东瓜路啊 好了 要透过他立法委员跟沈议员的方式 然后可以取得土地盖马路 好了 那回头一件事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这个事会不会烧到盐宽恋 盐宽恋想一想 因为黄定在 这个当时黄定律师 在发生这事情的时候 他就质疑 他说呢 这个窃障案 不能只针对盐宽恒家族 要对盐宽恋 也要做这个 也要做侦查 他直接讲一下 市府明知违背 这个法令 公然包庇严家 这是所谓贪污制罪法案 所以当时呢 黄定律就说这个案子 国有财产所不但是要 去斟酌这个严家 实际上检调 要问卢秀燕市府 知道这个事情 有没有去包庇 然后当然我要说的 最后是关键点点是 卢秀燕没有包庇 大家很清楚嘛 这个招待所猜了没 没猜嘛 后面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地下的这个庭市 违建问题 那个450平 那不小 违建问题到底有没有改善 450平地下面积四十万 你也没有猜 那你问题 这一年多 你卢无休焉干嘛 国务机关包庇 现在你知道这个 某个报纸呢 马上赶快要替这个国民党 说话 讲得好像很难听 说这个叫做重启旧案 叫做令人震惊 叫做时机敏感 切战这个事情 你已经多久时间 是我们政府没有去 跟你起诉 这根本不是旧案 是真的案 而且你知道有这个案 你还敢出来 站在这个人民面前 还要选立法委员 天啊 那你当然选立法委员 第一个可能找麻烦的 就是财政部的这个国产署 不是这样子吗 因为国产署找你麻烦 这怎么可以 他如果选上立委 一切又合法了 对 一切都过关了 这就是重点 所以回来一件事情 这个已经不是单纯司法问题 而是大家的一个观感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 严宽案不愿负这一千万 他自己也讲了嘛 他很担心让大家知道说 中金交保一千万 会回想 因为一千万是要 抵对他的家产嘛 大家回想一件事 这个年轻人 短短出社会 只有十几二十年 可以坐拥这么多的豪宅 坐拥这么多的资产 大家又在讨论了 所以他当然不用一千万来交保 他觉得会很恐怖 但是我要现实一个问题 就是我要再呼应 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件事情 就是这建造人叫做何敏南 他是太阳电子游艺场的负责人 刚才清皇特别点名的 好请记得 捷运大转弯之后 尾端最后是非常接近 太阳电子游戏场 记不记得 对他转弯的时候 大概距离就一两百公尺 也是他的土地 也是所谓的大洋电子 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 严宽文能够挫了一旦 而且不是严宽文挫了一旦 是我们又开始质疑了 蓝线为什么到现在 才刚刚准备发包 当时为什么更改这个变迁 你觉得对中二 不是只有中二选区 是台中的立法的选区来看的话 严宽文可能又变成是 这个最大的指标 那以后我们这个台中选举 只要提到严宽文 请问一下 卢秀恩怎么面对这问题 而且卢秀恩你说 他不想选总统吗 真的吗 所以这个事情 恐怕真的很大条 好 再来关心 前总统马英九访中 除了中共的动作 不断矮花马英九 那现在呢 马英九连自己当过的总统 都说不出口 绿营敦促他要多奖大声奖 彰显国格 可是会见江苏省委书记 姓常青石 被对方冠上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先生 昨天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一直坚持 接着同时 跟一个众议员 推动远岸 交流交往 我们就深调大声 齐先生 跟我在新加州建立之后 也就强调 希望远岸不新银契合 这一次我过去在台湾 这个农民日内 推动远岸交流 八年 虽然马英九也说出 他是台湾的总统 回京对方 但中国官媒新华社 说马英九受访时 提到统一是全体中国国民的希望 其次鲜明反对分裂国家 还有民族 但这些话 他明明没有讲过 马先生您好 请问您今天参观纪念馆 印象最深的是哪个部分 过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 有这么大的冲击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从这件事情上 得到教训 身为一个中国人 不管在海峡哪一边 都应该自立自强 对于来自外面的清零 要勇敢的抵抗 情绪受到很大的冲击 中华民国台湾的前总统 马英九 昨天去参访中国的近代史移植博物馆 就在孙中山的移向前面 很自豪地就说 孙中山在1912年 当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然后我在2008年 也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看到 他咳了一下就卡住了 奇怪 当了2008年的总统 有这么无法说出口吗 蓝明玉 这个马英九到底怎么回事 是怎样 无法讲出总统这两次吗 到底有什么样的禁忌 还是说答应了中国怎么样 到了中国是绝对不能够讲总统吗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坦白讲 我觉得说看到马英九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国民 这一挫的其实是国民党 其实就我了解 就是说国民党的朋友 对此行 对马英九此行 每天都心惊斩跳 他就是一个那个不定时炸弹 就不知道他哪一 每一天都要出什么包 那就我了解 就说据说昨天 马英九不是有讲了 什么中华民国 总统 民国 什么一字到位 国民党内部嗨爆了 他们觉得说 哇这下子有救 对选情有救了 这样子 那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可能国民党朋友 是自嗨成的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还原 还原就说 他到底是在怎么情境之下 会讲出中华民国 讲出总统这几个字 第一个 他是在中山林的时候 他突然就是讲说 这个什么 孙中山 什么最大的成就 就是创立了 建立亚洲 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 他其实是讲述一段历史 不是刻意去讲中华 他是中华民国总统 这个差很多 就像我们讲述历史 比如说大明皇帝朱元璋 创立了第一个大明王朝 是讲这个 就后来国民党朋友 就抓到说 你看你看 他有讲中华民国 拜托 你要整个看一下 他是讲述 就是我刚刚讲的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 那你这样你就嗨起来了 所以我是说 好 那你这个 马英九如果说 你要一以贯之 如果你有尬子 你在他的土地上 你就直接讲说 就说你在这个姓长新 那个江苏书记 他面前说 台湾 台湾总统的话 那 他讲那个台湾总统 也非常的气虚 很奇怪 一点都不理直 奇怪 我这是搞不懂 好 所以你看 结果马上那个江苏省委 就说 你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对 就马上就给你这样 被人家回敬回去 坦白讲 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强调 这个马前总统 你是代表 你至少还要是我们的现任元首 是我们现任 对 如果你碰到有人这样子 刻意把你矮话的话 还特意去讲 我认为了 这个姓长新 现在有传出来说 他是被受到指示 因为中国的官方 也是每天也是非常 不是说放大镜 是用显微镜 他跟我们一样 也是用显微镜 去看马英九的意义行 大家都在看 那就是有传出说 因为马英九前几天 有讲出了什么中华民国 总统这几个字 所以刻意交代 这个姓长新 这个江苏书记 刻意去讲这个台湾地区 前领导人 要来扳回一城 那我认为说 人家都在你的面前 叫你是台湾地区的 前领导人 你不应该要表示一下 他没反应 对 就完全没反应 所以我说 这个也不能怪人家做文章 包括就是说 你看 他在这个 就是说 马英九在签 签这个时候 他民国不敢写 就直接写120 那国民老朋友就自嗨 你看至少他不是像以前 之前2023有写120 说实在120是什么意思 12吧 12 你知道我的那个朋友就讲说 是不是打麻将啊 112 老实讲没有人这样写的 就自嗨啦 就自嗨啦 那像刚刚这个仲将你讲的嘛 就是他在这个面前 那个这个吱吱吱吱啊 就说我当了2008年 我也当了这个 我有去听啦 他不是说当了这个 他说我在 我这个2008年 然后后来就讲不出来 他说我这个2008年 对 然后他是前面说 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嘛 那我这个2008年 然后后面就吱吱吱吱 对 那这个是哪个 这个是哪个啊 对 那所以 这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网友 马上把他的危机百科 就把他12任到13任的 这个总统给画叉叉 变成这个 变这个 他就当了这个 所以以后我们选 我们明年是要选这个 选那个 是大笑话 这个真的 这个真的不能怪 怪人家 我好像说要给你做文章 那我正要讲 我是说 像这个 中国设了很多圈套 大家都知道 那包括就是说 马英九此行 也常被矮化 从他之前什么药犯来的啊 然后还说什么 不是抗议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昨天 昨天中国的媒体 有一个官 有一个不是官媒 是中国的网媒 叫做观察者 观察者网媒 写了十点 写说 你知道马英九 是什么人吗 就他里面 把马英九 写得超级不堪的 就写说 马英九是反共起家 靠巴结人升官 做人刻薄寡恩 背叛恩人 从政极贤度能 在两岸的事物 阳奉阴违 虚于伟疑 所以中国老百姓 一点也不欢迎这种人 中国媒体是 用这样子的文章 洋洋沙沙 要介绍给中国老百姓 说 马英九是什么人 对 所以他的结论 中共邀马英九去 然后还用这种文章 来羞辱他 是 而且他最后的结论是说 中国普通老百姓 一点也不欢迎这种人 当然了 这篇文章 在今天已经下架了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哇 真的是从 从接待规格 到一直民间的 这种网媒 他就是 全部都一直在羞辱马英九 我最后讲的是说 如果马英九 你死刑是破冰 要求要和平的话 那问题是现在也没有看到任何的和平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包括这个军舰 有没有 共机老台 也一都没有少 到这个礼拜 已经来了25艘的共舰 33艘的共机 也照样的一个持续 还有三架是飞越台海中线 所以我说你 你要尊严没尊严 然后这个要尊敬没尊敬 要礼遇没礼遇 然后你要表达什么 也都没有表达 变成了这个 然后最后要和平也没和平 真的不知道此行 他到底的目的是什么 对的确来 范老师 我们看出中共的手法 也真的让台湾人可以叹为官职 也的确是两面手法 一方面邀请你来 那另一方面又在羞辱你 但问题是 马英九为什么要这么的卑躬屈膝 为什么要这么的客气 讲一个总统 讲了这么的不理直气壮 然后还让对方回一个 台湾地区的前领导人 所以以后这个 这个两个字 等于是总统 对 他不敢讲总统 讲这个 那我不晓得 日本的前首相如果出国 今天出国 在某个国家访问体制 写的是 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那不晓得什么五年 那是什么 令和五年 日本是令和 我们今天是民国 你不写民国 不写令和 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年 所以他不敢写 就做一半 马英九这次 我必须要讲 他落地的那一天 就是前天 晚上的中央电视台的 七点的新闻联播 没有报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中国每天晚上七点 是家家户户必看 全国的 因为我们到中国各省 有各省电视台 湖南有湖南电视 福建有福建 福建卫视 可是全国七点那一天 是所有的电视台 都要由中央电视台的 新闻联播 是当天中国最重要的新闻 一定要出现 结果竟然没有马英九 仿中的新闻 那是代表马英九 不管是讲了中华民国 或讲了总统 中国人民完全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所以他在南京中山林 他讲中华民国 抱歉 中国媒体绝对是 不会报道的 但是他 他在这个总统府 他因为当场有 中国民众的一些官员 他说 我要让大陆朋友知道 我在2008年 我当上了这个 他以为说 这个东西可以避嫌吧 至少中国媒体会报嘛 也不会报啦 因为 那个面只有 当场的人士而已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这次 光是一落地 跟当初2005年 4月连战访问北京 差距非常的大 对 我算了一下 有七个没有 第一个 没有红地毯 对 连战有 这个时间 到上海 还是蛮冷的 那个脚踏下去啊 是冰冷的 红地毯 除了是一种尊荣的象征之外 这表示什么 你至少可以 不是说 头很热 脚很冷吧 让你可以避寒嘛 就那个没有 第一个没有红地毯 第二个没有红布条 连战那个时候有红布条 第三个没有群众 连战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还有台商大家 包围着他 喊着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中国最喜欢搞这种 那个时候连战场面 非常热烈 没有 再来就是 没有在这个 那个演讲 连战到了 庭基平 立刻发表演讲 马英九不是哦 是被架上车的哦 再来第五个 没有黑头车 搭上小巴 小巴 再来第六个 连战去的时候 是以主席的称号 马英九就是 他一当过官员当主席啊 也没有称号 最后一个 没有国台办主任 他这次去的话 只有一个副主任 叫陈元峰 那我必须要讲啊 陈元峰难道不晓得 2005年 那时候连战的 接受的待遇吗 完全知道为什么 因为2005年 连战去的时候 是由当时的 国台办主任 陈云林接待 陈元峰当时就是 陈云林的水族 旁边的秘书 所以2005年 陈元峰完全了解 连战的规格 所以这次 蛮有趣 七个没有 跟连战比 是天差地别 那当然你说 他这是建了这个 姓常新 这个江苏省委书记 抱歉 那时候连战到了 中国去的时候 江苏省委书记 是到机场去 接待他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马英九 政治局去拜访 完全不同 规格不同 而且马英九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 有一个中共中央的 政治局常委 等级的人跟他见面 本来说是 丁薛祥 后来也没有了 所以你这是省级的 我接待你 就是用省长的规格 退休省长 对 连战不是 连战是中央级的 更不要讲 就到胡锦涛了 所以我觉得 有人说是习近平说 说是他 说马英九 不想见习近平 马英九说 这种 为了影响 国民党的选举 我跟你讲 如果是习近平 不想见马英九 可能比较多吧 不是马英九不想见 有一个说法说 这个习近平 不想跟马英九会面 是因为担心做对比 对 人家会发现 马英九是卸任 然后习近平却是 当永远的皇帝 第三任了 这个对比 中国人民会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你去看一件事 这次马英九到各个地方去 都是跟群众隔离的 保持整个被封锁状态 为什么 因为我不需要讲 马英九在中国的知名度 还是有的 还是有很多中国人 喜欢他 因为小马哥 过去 现在 他长得帅 又是学历很好 所以你记得薄熙来 在当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 曾经有 陈文倩访问他说 听说你是 大陆的马英九 薄熙来也很帅 薄熙来说 你为什么不说 马英九是台湾的薄熙来 薄熙来立刻回应了 可是马英九在中国 是蛮受欢迎的 有知名度的 但是中国为什么 把它隔离起来 他也怕 就是说很多麻粉 可能会跟着马英九 到处走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说 习近平不爽啊 怎么会在中国 有人比我还受欢迎呢 而且这等于讽刺怎么样 讽刺我习近平不行了嘛 所以他刻意 把它跟群众隔离 第二个就是说 也有很多中国 因为我们到中国 有些人他们叫国粉 就是国民 就对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 怀念 他们那个时候 比较民主比较自由 不像今天的独裁专制 所以这些国粉 这些可能也会跟着马英九 加上马粉 那可能声势浩大 这对习近平就被比下去了 就要给他隔离 第二个 有没有可能有些人 他们要再点中国经济不好 很多人对政府不满 或者家里被强拆 会不会因为想去 这个争取抗争 去跟马英九蹭 跟马英九蹭就大新闻了嘛 大新闻我的 我的这个 我的上访 可能就比较受到重视 不然就不被重视嘛 有人要这个方式来 来进行抗争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中国也担心 现在大陆 接二连三的 白子革命 白法革命这些人 会不会也趁马英九来 他们也来跟马英九 所以中共生怕 有任何一定点 对他们不利的情况出现 对 一方面是怕马英九 夺了习近平的棺材 一方面是怕马英九 造成中国内部的 很多的这些不满的声音 因为马英九 而被国际知道 所以放任一些网路 一些文章 一些民众 对于马英九 筹划他 甚至刚刚讲过 说他是怎么 背叛连战啊 怎么搞台独 所以我觉得这次 马英九去中国 中国是想要冷处理 不想让他获得太多的媒体 连央视都不报道 那但是呢 需要他的什么 帮中国在抗日反日的问题上背书 所以你看那个记者一直问 你去南京大屠杀 看什么看法 马英九三栏了一下 我就看了 马英九说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 你看他这次 那是中国人上身 到南京中山林也讲中国人 到南京大屠杀也讲中国人 可是我不需要讲 根据政大选言中心 他做这个民调 做好几年了 他做了最新民调 去年12月 台湾人承认 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只有2.7% 所以我不晓得说 马英九一直讲中国人 当然他这次12天的行程 有参观6个抗日教育基地 两天一次 很多日本朋友说 我说马英九这么反日 这么抗日 不晓得 他过去掩护得很好 因为他要亲美有日合中 他现在不演了 他也不是总统了 你这时候马英九去 你跟着中国那边反日抗日 我跟你 对于台日的关系来讲 当然造成某种破坏 马英九接下来的行程 他更会强化 他这种反日仇日的心结 因为他参观的 都是一些相关的抗日基地 只是说他到这个总统府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是 这个地方是蒋介石 1949年离开中国的 最后一个地方 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应该是很丢脸的 但我为什么要安排 这个总统府让你去平调 大家不要忘记 那个时候解放军 冲进总统府 把旗赶上的 青天白日 马力宏的旗给卸下来 那一幕 历历在幕 那国民党 这是一个耻辱 这是历史的耻辱 我觉得这个安排 到底是马自己要的 还是中共硬塞给他的 如果是中共硬塞给他的 就是告诉你 你要接受 你被共产党推翻的事实 而且你是国民党的 前主席又是前总统 你必须要盖瓜承受 这让中共的政权 具有相当的一个合法性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在总统府 不敢称总统 这真的是让大家觉得 不可思议 是的确 而且是让大家觉得 你这样的态度 只会让中共更看不起你 对 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了 这个我们一位前总统 跑去中国 竟然是卑躬屈膝 到这种程度 连自己担任过的总统 都不敢讲 这也让人家怀疑 马英九出访之前 其实应该跟对岸 都有进行过沟通 比如说去什么样的行程 见什么样的人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 来清皇 如果在最基本的情况之下 难道马英九会不知道吗 那为什么还要答应 还愿意配合 甚至说在那种情况下 是不是也给 中共那边什么样的承诺 比如说中共要求 你不能讲总统 马英九就说OK了 以至于就是说 在那个关键的时候 2008年 竟然总统会说不出口 对其实对于马英九 这次到中国去来讲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用两个字形容 套句中国人最常用的叫憋屈 真的很憋屈 你看民国两个字 看起来也不敢把它写下去 就只能写百十二 然后面对到中国内部 大家都只能叫他什么 连记者访问都只能叫他马先生 然后人家称呼他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他也是要吞下去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在怎么憋屈 他都必须要把它吞下去 那为什么很简单嘛 因为对马英九来讲 之前其实就一直有传闻说 他希望能够促成二次的马席会 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讲 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来讲 他的过去的过程里面 就是斗争的过程 他是讲实力主义论的 他就不相信那种 你只要跟我好 我跟你好 大家都是天经地义的 按照毛泽东的讲法 按照共产党的看法 你是以妥协来求我 我干嘛给你和平 你只有有本事的时候 我才会给你和平 这个是共产党的信仰 这个是毛泽东 磕在中国共产党里面的嘛 所以当马英九很憋屈的去的时候 请问共产党会跟他谈和平的事情吗 当然不是 所以在这里面你要看到是 对中国来讲 他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中国面对到的国际环境 是变化的嘛 他跟美国之间跟日本之间 按照中国的讲法 就是走向斗争的情况嘛